原來狗會用麥克風喔 那個老天爺啊 明明就當下要求過啦 新黨發言人游志斌也來湊熱鬧 和路過許巧欣家的抗議民眾大聲嗆聲 這是網紅4X貓申請許巧欣家門口的路權 開放民眾來逛大街 被許巧欣就是拍照好好公審 我覺得說這種行為是非常不可學 如果說路過都要被盤查 那我就是合法申請路權 但是這場活動意外變成4X貓的粉絲見面會 大家排隊合照 學許巧欣拍照打卡賴清德老家 我來參加4X貓的那個網紅見面會 然後順便來這邊參觀一下 這個人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很雙標的一個人 賴清德總統叫老宅打卡 自己要被檢驗的時候就變成 變成說就是惱羞成怒就一路要告人 一路要告人這樣子 許巧欣他去觀光景點的時候 就是會這樣拍照嘛 所以我就想說我也要當一下立委 我就是從小就是生長在一些 比較底層的家庭 所以我也想要當一下立委 所以我就學他 反許巧欣的民眾也跟人型看板合照 還坐式揮拳自備抗議手版 像是九百星下台都跟防蟲等等 甚至還有民眾特意在衣服上硬標語 而主角許巧欣從頭到尾沒有現身 只使出和平反制 在家中窗戶掛上大大的國旗 架著手機直播YT 正義來以往的出招 也讓許巧欣的爭議再度受到關注 雖然綜合報導